来 我们看一下这题哦 他说十个人当中选两个人 这两个人均为男生之几率小于十分之一 好 那同样这十个人当中选中两个女生几率的最小之为多少 来来来来 很多同学看完题目不晓得题目在干嘛 首先慢慢分析题目好不好 十个人当中选两个人 这两个均为男生的几率是几小于十分之一 那问题啊 所以第一件事情 这十个人当中到底有几个男生几个女生你确定吗 不确定 所以说老师先假设 十人中男生有几个人 男生有AK死人这样行不行 所以说从这十个人当中挑两个人 这两个人均为男生的几率是几 来 几率怎么算 全部分析我要的 从十个人当中挑两个 全部是几 喜乐 十取二 我要什么 这两个都是什么生 男生 换句话说从AK死男生当中挑几个 挑两个 算出来这基地要怎样 要小于十分之一 这样行不行 可不可以哦 要小于多少 小于十分之一 这样行不行 之后写到这边 你观察一下 吸二十取二四起 四十五对吧 可不可以哦 所以说老师可以推得 这边四起 四十五分之 吸乐 AK取二 要小于十分之一 这样行不行 我把十乘上去 这边乘过来 所以说老师可以推得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 十乘上 吸乐AK取二 会小于四十五 这样行不行 所以说老师想请问一下 吸乐十取二 算出来要小于四点五 所以说告诉我 我这时候AK14是多少 吸乐十取二 要小于四点五嘛 老师问你 首先吸乐二取二 算出来是一 有没有小于四点五 有 吸乐三取二 算出来是三 有没有小于四点五 有 吸乐四取二 算出来是六 有没有小于四点五 没有 换句话说 我吸乐十取二 算出来要小于四点五 可见我AK是 可以等于二 或者是几 三 这样行不行 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 我今天十个人当中 对吧 有几种状况 可能是有两个男生 所以十人当中可能是两男 八女 或者是十个人当中 是三男 七女 所以说注意听 所以说这十个人状况 可能是两男八女 或者是三男七女 好 有这两种状况 那老师想请问一下 这两种状况当中 选中两位女生几率最小是多少 这两种状况 哪一种选出两个女生几率会比较小 基本上女生越多 选到女生的几率 是不是就是越高 对吧 所以说选中两个女生几率最小值 就要挑女生越少这一组来计算 对吧 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说今天所求是几 所求要选中两个女生最小值 也就是从多少 从三男屈女当中去选 三男屈女选两个人 全部是几 七的十取二 对吧 十个当中挑两个 我今天要这两个都什么生 女生 换句话说从七个女生当中挑两个 这样行不行 所以说这时候算出来几率会最小值 这四起 四十五 这四起 二十一 算出来最小值是十五分之七 这样可不可以 可以吧 麻烦你到这边把这题看一下 OK